服务人员唱起生日歌 小女童满脸惊喜 在罗马尼亚难民营度过自己七岁生日 但不久前的她才刚刚经历一场噩梦 俄罗斯炮火持续攻向乌克兰 当地老百姓遭到无差别攻击 房屋内残破不堪 里头的居民早已避难去 但却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 俄军的炮弹直到现在已造成38名无辜孩童身亡 而且数字可能还在持续增加 海童无辜遭受搏击 辛酸画面不断流传 普丁先前曾强调不会攻击平民 如今看来根本自打嘴巴 而当地火车站同样很混乱 为了远离战火 乌克兰民众拼了命往西部边界逃 从首都基辅的火车站 每项列车都被塞爆 而顺利逃走的乌克兰人心情依旧很不安 许多民众呼吁北约涉进航区同时批评 北约毫无作为希望全球一起帮助乌克兰共同对抗俄罗斯 但现在不止乌克兰民众 俄罗斯人头顶上没有子弹乱飞依旧过得很辛苦 在雪地上排出英文字母 这群林中的离癌病童被迫在冰天雪地深渊俄罗斯 消息曝光后让不少人看了直摇头 普丁一意孤行拒绝停火 已经让俄乌两国无辜孩童 成了战火下最脆弱的受害者 三立新闻 小小报道